虽然说是要尊重民意没错 不过有些民众的陈情还真的是光怪陆离 比如说台北市里头 U-Bike是很受到台北市民好评的一项设施 于是就有人向市议员陈情说 可不会帮忙把这个站点就设在自家门口 在台北走几步路就有个U-Bike站 数量还越来越多 U-Bike每年增加十几站 但又盖在哪里呢 有不少民众希望干脆盖在我家门口好了 因此找上议员希望帮帮忙 甚至还有一直说我们家哪里哪里 民众会给很多个点 可是大部分都是自己家楼下 我在路上碰到或者是脸书LINE 或者是打电话来服务处争取都有 陈情案有多数变成乔给我U-Bike 是议员无奈 因为不是想要就有 以现行台北市12行政区U-Bike分布来算 最多的集中在大安区有30站 信义区24站 中山中正区19站 其他区域12到15站 最少的区域落在大同区只有11站 要怎么增加市府有自己的SOP 如果要设置在人行道的话 其实设置之后的这个进宽度 至少要有两公尺 站点周边350公尺范围内的一个人口数 跟它的一个土地使用特性 来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实在功不应求 市府打算在四年内 从现行196站增加一倍到400站 站跟站的距离也有规划 目前信义区参考国外标准200到400公尺站 其他区域步行3到5分钟距离 大约300到600公尺一站 条件开出来要跟民众说 用桥的没法度 未来信增站点 民众也无法像这样 把摩托车停到骑楼 影响出入的可得强制拖掉 骑车的人来说很麻烦 因为台北市就是车太多 怕机车组无处可停 政策先从停车阁有多的地方着手 紧空区域以后人车不用争到 预变新闻杨玉生陈将角度报导 目标准